现在接下来这个图是我的补充说 一个植物的幼苗长成大树之后 它的分生组织丰富在哪里 这些都是金顶 这些都是根间 这叫做顶端分生组织 就是初生分生组织 好它所顶端长出来这个叫做 尾管树形成成 然后下面会有周翘 好那今天如果这个根出现了枝根 这个基因也出现了枝条 枝条也是金 它也有顶端分生组织 枝根也是根 它也有顶端分生组织 那一般的组根有周翘 枝根也有 所以枝根可以继续再形成枝根 枝根的枝根可以继续再形成枝根 只要是根都有周翘 所以周翘会不断的延伸出去 那上面的维尔鲜也会延伸出去 金顶也会有 根间也都有 所以从顶端分生组织到自分分生组织 你分枝出来的枝条 或者分枝出来的枝根都会有的 所以是一个示意图 我们的分生组织在发育过程当中 如何到达各个不同的器官去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顶端分生组织的照片 这就是主牙 这是侧牙 或者叫翼牙 这两个 这些都叫做顶端分生组织 简称 金顶 金的顶端 那根的末端伸长点叫根间 这些都叫做顶端分生组织